晚安你好 欢迎收看明示晚间新闻 抢先报我去留房子 首先带你来关心 一家都是毒虫 带来看有明刚出狱的男子 他带着毒品骑机车在母亲上街 但是因为没有戴安全帽 被警方拦查下来 当时他心虚有偷偷把装有毒品的外套 就塞给坐在后座的母亲 而且这个毒品还在派出所门前掉了出来 两个人就当场反目 互推说这个毒品不是我的是你的 不过事后更扯的是 警方进一步的搜身才发现 不只是儿子持有毒品 这位母亲他也被发现在内裤里头 藏着毒品 有人赌博赌得太嗨 就连警察站在背后都没有发现 台北市万华有个社区有机名男子 常常在一楼的宫庙剧赌 那么这个纸骰子还有赌博的呐喊声音 都让楼上的住户抱怨连连 警方为了遏止这个歪风 把社区外的巡逻箱特别的移到社区里面 但是没有想到大家照赌不悟 就连警察来了浑然不值 台北市内湖区的文德路上呢 有个宝可梦的圣地 常常吸引玩家前往抓保 但是也引发了违规停车的问题 那么有附近的住户就 因为影响到他的出入 甚至发生了车祸 向相关单位来检举这些来抓保的民众 但是没有想到他检举了过没多久之后 他的家门口必经之路 竟然被人像这样子撒明纸 更可怕的是还丢动物的内脏 现在住户们怀疑说是不是被报复了呢 观众朋友听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 前台南县议长吴建宝 他涉及职棒假球迁赌案 那么在103年经过高院判刑 5年5个月订阅 但是却在入监之前 畏罪潜逃到海外 遭到新北检发布通气 刑事局接获献报 他最新是落脚在菲律宾的苏比克湾 一处豪宅别墅 那么在昨天傍晚呢 我国的警方就协同 非国的警方前往这个豪宅 将吴建宝逮捕归案 刑事局表示 他在近期之内就会被遣返 回台来执行入监 这是最新消息提供给您 好 接着大家来看看 在台中有一名男子 他酒后骑机车被远景拦下来了 就自是海龙部队退伍 而且他的身材也真的很魁梧 所以他当下不但不配合酒侧 甚至还出手撞远景 过程中他还动口咬伤了远景 但是这名海龙部队退伍的男子 他可以是说提到铁板了 因为当场被跆拳道 两段的远景给制服 那么他除了触犯公共危险罪 现在还多了伤害 还有妨碍公务等好几条罪嫌 农历春节快要到了 那么百货公司也纷纷提前的公布 福袋预购 其中微风百货呢 主打体验型福袋 那么不久前刚好 微风南山馆新开幕 过年的福袋总数 也比往年增加了将近200个 另外在台北还有金华城 跟星光三月呢 最大奖是分别祭出了50万现金 还有价值60万元的伊克拉钻剑 至于搜个百货 福袋的最大奖是地中海 豪华游轮的双人行 好 接下来很多重要新闻 您一定要知道 包含台北市长柯文哲 昨天晚上 火到讯现场带来关心 嘉义警方查获一个贩毒集团 他们是以铁皮屋来作为 毒品的交易中心 但是在半夜的时候 人声鼎沸 警方强势破门攻坚 就一共逮到了12名嫌犯 他们年纪都很轻 七八年级生组成的 那么现场也查获了 包含有ketamine等等毒品 还有现金620多万元 好 另外 检方 这个警方进一步的调查发现 他们这个七八年级生 所组成的贩毒集团呢 名下有好多部名车 其中有七部的名车 它的车牌都是八九五七 好 这个意志 就是台语的谐音说 爸 就有钱的 非常的炫富 好 扎道怎么变成格斗雷坛呢 我们带来看 这是发生在国道系纸路段的行车纠纷 因为两辆车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 进入了同一个线道 当下靠太近了 所以比较后面的那台车呢 他就按了一下喇叭 前车就不满了 他一路追到系纸 交流道 要当初按喇叭的这名驾驶下车来理论 被拦下来的驾驶 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喷辣椒水自爆 结果双方当场爆发了全五行 好 但是两个人朝两个人的后方的来车 全部都塞爆了 回到新闻现场 带来关心这一起虐头案 14号晚间 好 这名小男童 他在阿公还有阿嬷的陪同之下呢 他们从住家拦了一台计程车 说是要往辖区的派出所去报案 那么当时这个小黄问奖 他透过后照镜一看发现 不得了这个小男孩 他双眼淤青脸颊肿胀 有非常明显的伤势 他就热心的问阿公阿嬷说 怎么会这样子受伤呢 一问之下才知道 原来是这名小男孩 他疑似在学校喝了同学的养乳之后 回家竟然惨遭继父修理 其实不只是脸部有明显的淤青等等 其实他的手部到背部 也都是伤 好这名小黄问奖 把他们这个儿孙两三人呢 再到派出所之后 他回到家也正义心大喷发 把这起家报案 po到网路上 那么也引发了这个社工的关注 社工立刻安置这名小孩子 并且对施暴的继父来就办 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是首度到高雄市议会做施政报告和背询 民进党团磨刀磨磨磨 尤其是前总统陈水扁的儿子 同时也是在这一届选上了高雄市议员的陈志忠 他对上韩国瑜就被大家说 形容是这个是要替父亲报25年前 陈水扁跟韩国瑜在立法院之仇 所以这个质询当然就备受关注了 那么首先陈志忠 他一开始质询的时候就火力全开 非常呛辣的问韩国瑜说 九二共事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 你说说看 不过当时韩国瑜也笑称说 哇第一题就这么硬啊 那么其他的在野党市议员 则是猛攻韩国瑜他在选前开出的这些证件 他说市长您到底能不能兑现呢 好不过在背询的时候 韩国瑜因为几度的迟疑 也被议员们批评 你这些证件根本都是碰轰的 苏贞昌接任行政院长之后 团队频频用这种新媒体的方式 释出影片诉求接地气 那么或许也是让总统府 感受到这个良性竞争的压力了 总统蔡英文也特别在今天中午 走出总统府到西门町去吃小吃 还买饮料 大走这种亲民作风 好其实民进党包含府院党 都是频频的在最近走入人群 要以全新的战法来重整旗鼓 桃圆西美国小校午发生火警 那么为了善后 校方宣布隔天停课 等于学生们也提早一天开始放寒假 一份来自千禧之爱健康基金会的调查发现 台湾儿童的身高过去十年 比同龄日本孩子矮 研究进一步指出 就是因为日本学校餐点都规定要有鲜乳 但是反观我们台湾的朋友呢 有外食的习惯 所以钙质摄取量不足受到影响